神像诡异 作者白日放歌 演播慕思维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666集 林经理 你小时候在城里面长大 可能没碰到过什么灵异世界 而我从小在农村里面长大 我可是知道 这灵异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江鹏在旁边解释道 现有的科学 对于很多事情根本解释不了 就像咱们工地里面 忽然死的这两个人 现医院里面的死亡报告出来了 根本没查出这两个人 有任何的致死病症 但是他们两个 却实实在在地死了 另外呢 在这个世界上 是存在相簿之术这样的神奇术法的 有时候相簿之术 比什么所谓的线索 要有用得多呢 我知道 现医院的死亡报告出来了 但是大城县的医疗水平 你的心里面应该最清楚 我根本不相信他们 我已经让人把这两个工人的尸体 送去了平山市敌医院 现在呢 他们应该在路上 下午报告就可以出来 另外 你信什么所谓的相簿之术 我可不信 我就相信科学 在我看来 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都是骗人的 林从望向江鹏 冷哼里声 眼神里 更是带着一抹不满 两人虽然都是项目经理 但江鹏是施工方 林从 则是开发方的 证据强势地位的 还是林从 对于江鹏在这样的情况下 正在张凡他们那边 林从是非常的不满的 看到林从表现出的样子 萧冲当时就怒了 他正要起身 要教训一下林从呢 坐在萧冲旁边的张凡 举人一把 抓住了萧冲的胳膊 张先生 你别拦着我 咱们虽然是有公务在身 但是也是过来帮他们破案的 他们居然这种态度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不可 哼 交给我好了 听到张凡这话 萧冲便不再多说什么 微微点头 张凡缓缓站起身来 朝林从的方向走去 然后 在林从身旁坐了下来 你 你们可是公务人员 想动手教训我还是怎么着啊 林从有些警惕地 望向了张凡 哼 我怎么可能会动手呢 就是和你聊聊 张凡说话的时候 眼睛在林从的脸上扫了眼 张凡看他的时候 林从也一直盯着张凡 当他与张凡的眼瞳相对之时 他感觉张凡的眼睛 仿佛是一个巨大黑洞一般 仿佛要把他的灵魂都给吞噬了 你身上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如果说出来 也不知你还能不能当这个项目经历了 听到张凡的话 林从眉头一皱 不过 脸上的表情还算是淡定 只听 他冷横了一声 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做人想来是堂堂正正的 哪来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啊 听到这话 江鹏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自从开工以来 他可没少从他们这边拿好处的 更是没少去大宝剑 而且还都是主动提出来的 不过 张凡所指的林从身上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并不是江鹏心里所想的那些 这些事 在这个行业来讲 算是比较正常的 属于行业潜规则 纵然林从的领导知道这些 也不会多说什么 毕竟大家伙都是心知肚明的 张凡所指的 却是另外的事 看到林从故作镇定的模样 张凡淡淡笑道 你和你上司老婆的事情 张凡话没说完 那林从便是蹭了一下站起身来 满脸震惊地望着张凡 而后急忙大声说道 你不要说了 张凡满脸兴致地 打亮了一眼 满脸慌乱的林从 张凡所说的这事 令得江鹏是大感意外 此时的江鹏 满脸好奇地望着林从 江鹏也不是傻子 从林从的反应来看 江鹏便知道 这是被张凡给说中了 张凡看到 林从奴仆宫的位置 有一抹粉红色的光芒闪耀 自乃是跟上司的老婆油染的面相 此时的林从 在看向张凡的目光里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跟张凡素不相识 而张凡一开口 便道破了他和上司老婆的关系 这令他是大为震惊 对于张凡 再也不敢有半分的小觑了 而一直坐在林从身旁的江鹏 在这对着张凡 微微竖了个大拇指 与此同时 他心底也开始活泛起来 他在这个位置 已经干了十年 如果有机会 他想让张凡帮他看看 他还有没有谨慎的机会了 张先生 是我见识潜迫 还请您不要见怪 刚才真是对不起 林从说着 中张凡深深地拘了一空 张凡淡淡看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见张凡没说话 林从变得举足起来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张凡不搭理他 他只能是把目光投向萧冲 满脸尴尬地对萧冲说 萧警官啊 我这 刚才是点对不起 我在这里 跟大家伙道个歉呢 说着 林从变向众人 深深地又举了一躬 不过萧冲众人 也都是没有搭理他 他们向来是以张凡为主心骨的 张凡不说话 他们怎么可能会搭理他 这时候 张凡看向江鹏笑道 江经理 这都快中午了 找个地方 给我们安排安排 听到张凡这话 江鹏脸上一喜 痛快地答应了 没问题 张警官 这边的各个饭店 我都吃得差不多了 有一家呀 我感觉味道还行 装修也有格调 这饭店主因是川菜 不知道各位 可不可以啊 行 就这儿 张凡直接便定了下来 江鹏黑黑一笑 朝旁边一指 好嘞 可谓警官 这边请 众人一同出了办公室 只剩下 望向张凡众人背影 满脸尴尬 不知何举 不知何举何从的林丛了 几经犹豫 林丛还是出了办公室 朝张凡众人的方向追了过来 一边追 一边喊 几位警官 等等我呀 张凡几人 依旧没有搭理他 而他呢 去了一路小跑 跟在张凡他们的 后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